那我觉得最成功的一个经验是上游的一个策略 就是上游的预防策略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一旦患者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 对于我们来说就要去密切监测那些密切接触者 那所以这也是我们所采取 英国采取的一些控制的措施 一旦有一个人是确诊的话 那他就会居家隔离 那跟他很密切接触的这些亲戚家庭成员等等 他们就会也会被密切监测起来 那所有在中国所有的这些密切接触者都会被隔离起来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成功的一个经验 能够进一步的去减少感染的人数 这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交距离 我们要去戴口罩 在社区的层面 在居家的这个过程之中 去进行一个社交距离的拉开 那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还 我们现在的患者已经很少了 但是大家都还在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是